哈喽大家好 宝哥呢 现在在斐济的国际机场 这边的休息室 然后在等飞机的时间 那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啊 就是我这一个礼拜 在斐济这边过生日的 一个心情跟感觉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啊 就是斐济这个岛屿国家 每一个最大的感触 就是它真的跟台东 好像 就是它的山啊 它的水啊 然后它的整个景色 景观跟人 其实跟台东很像 所以我有一股莫名的 就是亲切感在这个地方 然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然后这里的人呢 特别特别的友善 然后我跟很多 这边当地的人聊天 他们其实薪水并不高 那他们也都知道 他们生活是比较 比较辛苦的生活 但是他们都很乐天 很致命 然后每天都笑笑的很开心 然后看到你总是会非常有精神 跟你打招呼 不啦 对 然后他们也会希望你就是 跟他们一样有这么热情的一个回应跟招呼 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斐济这个国家 它是落地牵 所以你就护照拿进来就好了 不需要事先上网做什么都不用 来了之后呢 就是让海关登记一下就能出去 那我真的建议大家 就是来到斐济这种 就是海岛型的国家呢 真的 不要再去追求什么 什么我要自驾游啊 什么这种东西了 我真的觉得 这一点大家就省省吧 真的就是 因为它第一个 它的基建并不完整 所以它的道路啊 它有一条环岛的公路 可是这个公路 它真的就只是公路 它并不是高速公路 它也没有路灯 那虽然它就是一个直直的 就是这样子绕着这个岛 应该不太会迷路 可是呢 路上会有很多的状况 比如说可能会有牛啊 有小狗 有小孩啊 有村民啊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话呢 还是比如说 上网先找好 公司 然后帮你接跟送到 你指定的饭店里面去 那饭店的话呢 就尽量找一些 就是这个饭店 自己有自带沙滩的 这种饭店 我觉得那个会比较 让你省很多的心力 那 这边不太会有人啊 真的就是离开饭店以外 去到这边当地的 村镇里面去做消费 去品尝当地的食物 一般不太会有人这样 所以呢 你要心理准备好就是 你可能每一天的消费 都要在这个饭店里面 那饭店的消费呢 一定会比外面的贵 斐济币啊 跟扭币的比值 大概是 打八折 我看大概是扭币打八折左右 所以其实对于台湾来说的话 就是大概一比十六这样子的汇率 差不多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算一算 抓一抓 这个钱该怎么算 那当然就是如果说你啊 除了早餐包在房费里面之外呢 中餐跟晚餐 你可以选择到饭店里面的餐厅去吃 或者是你就在房间里面叫 room service 也可以 那一般来说这边的饭店都会附有游泳池啊 会有一些休闲设施 然后也会有一些照顾小孩子的地方 或是给小孩玩的地方 所以其实不太需要担心说 在饭店不知道要干嘛 其实而且饭店基本上 就是比较大型有规模的饭店 基本上都会安排很多的节目 有一些文化表演啊 什么什么的 所以其实不会无聊 坦白说真的不会无聊 这些文化表演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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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去从事这些活动 然后通过这些活动当中来认识斐济这个地方 我真的觉得不虚此行 来到这边的这几天 遇到的每个人都非常的和善和爱 然后呢 每天都是笑笑的看着你 那尤其是当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人来 然后这边过生日之后 真的就Mr.Eric这个名字 大概在整个饭店大概都知道 都看到我都知道 我是一个人来这边过生日的Mr.Eric 我也不知道这样算是好还是不好 总之就是我第一次来斐济啊 这个整个感觉就非常好 而且我相信我应该还会再回来 好了那我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然后呢最后的总结就是 我觉得我这一次安排自己生日到斐济来玩 真的不虚此行 而且我非常的开心 刚刚司机先生载我回来的时候呢 还告诉我说 我们欢迎你随时回来 斐济就是你的第二个家 那希望你下次回来的时候呢 多带一点 不要带自己一个人 听了我就觉得好窩心 好感动 好就这样子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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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b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